我们先来洗几颗红枣 然后把红枣切碎 和不要 铁棍山药我们先给它清洗掉泥沙 然后我们来把皮给它刨去 刨山药皮最好戴着一个手套 这样才不会手上痒 泡好之后放到水里面泡着 这样可以防止它氧化 接下来给它切成小块 切好了放到料理机里面 然后我们来打入两个鸡蛋 我这里是170克的淮山 再来加入15克白砂糖 把它搅打成细腻的糊 我们取一个玻璃碗 在壁上给它刷上一些油 底下再放一张油纸 这样比较好脱模 看打出来很细腻 把打好的糊倒到模具里面来 然后再把切好的红枣碎 给它撒在面上 红的在上面 蒸出来会好看一点 面上盖上一张耐高温的保鲜膜 防止水蒸汽进去 再给它炸几个小孔排气 冷水上锅蒸20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发的好高 把它拿下来冷却 先把保鲜膜撕开 冷却了之后我们再来脱模 稍稍放凉了我们就来给它脱模 要把底下这张油纸给它撕出来 我们来给它切成小块 我们这款三腰鸡蛋糕呢 做法跟用料都特别简单 口感特别松软 营养又美味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